真言第十章 所罗门的真言 智慧的儿子使父亲欢乐 愚昧的儿子使母亲忧愁 不义之财毫无益处 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义和华不容许一人抵受饥饿 恶人的欲念却无法得着 游手好闲地招致贫穷 勤力工作地得到富足 夏天收聚的是明慧的人 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休的人 福指临到义人头上 强暴遮盖恶人的口 义人的名必蒙称赞 恶人的名字却必腐朽 先纯智慧的必接受诫命 最纯欲望的必自遭灭亡 行为完全地步步安稳 行事弯曲的终必败露 一眼传神的使人受害 嘴唇欲望的必自遭灭亡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强暴遮盖恶人的口 恨能挑起纷争 爱能遮掩一切过失 聪明人嘴里有智慧 无知人背上受行障 智慧人积唇之事 欲望人的口招致毁灭 富翁的财物是他的奸臣 穷人的贫乏是他灭亡的因由 义人的功架就是生命 恶人所得的却是刑罚 遵守教训的走在生命的路上 离弃责备的却是走上错路 隐藏怨恨的嘴里必出谎言 散播谣言的是愚昧人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失 约束自己嘴唇的是明慧人 义人的舌头好像纯淫 恶人的心思毫无价值 义人的嘴唇培育多人 欲望人因无知死亡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愁烦 愚昧人以行恶为嬉戏 聪明人却以智慧为乐 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身上 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 暴风一过 恶人就归于无有 义人却有永远的根基 醋怎样使牙酸倒 烟怎样熏目 懒惰人也怎样使拆他的人难受 敬畏耶和华可以延年益寿 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 义人的盼望使他们喜乐 恶人的希望终必幻灭 耶和华的道是完全人的保障 却是作孽的人灭亡的阴游 义人永不动摇 恶人却不得安居在地上 义人的口结出智慧的果子 乖谬的舌头必被割除 义人的嘴使人喜悦 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 二十一 三